河床上的沙粒被气流卷起直冲天际 永远看上去就像是个龙卷风 仔细看沙粒被卷起上身后 在空中形成一条垂直的黄色柱状体 看起来就跟龙卷风没什么两样 有民众见状赶紧拿起手机拍了下来 原来民众看到了现象叫做陈卷风 是太阳照射后局部地表受热不均匀产生的气旋 尤其在大热天对流旺盛时更容易出现 还有在基隆因为西南风墙沉降作用 加上云量少 9号下午也出现了今年的最高温38度 天气热卖冰的摊商却笑不出来 因为民众热到连出门买冰都不愿意 生意门可罗雀 还有像是烧烤店老板更是挥汗如鱼 从高处望去整个基隆就像是个大烤炉 阳光反射出的刺眼光芒 让人几乎要睁不开眼 尤其现在每天都面临限电红色警戒 民众就怕万一停电没冷气 这个夏天恐怕会很难熬 记者朱立荣 廖宇志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